第一个就是说,这边的数字,你想说,老师为什么是700,为什么是300,不能够吸他的数字吗? 其实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,如果说我今天减掉0,减掉0的话,它的位置会在哪里? 特别注意,这个后面的数字一定要减,如果没有减就会错误,那为什么呢?你按一个F1就会知道了。 其实这个F1按下去之后呢,有相关的说明,不过还好,它这电脑都有装那个VBA的说明,它里面的话就有个必要的,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一个数字一定是要必要,你再怎么样呢? 如果你不动的话,你一定要减掉0,它就会在原来的位置上面,OK,那为什么会是700,为什么是300,我们来看一下,假设说我今天的位置的部分呢,我今天来看一下, 假设我第一个也是新增一个空白的工作表,对不对? 然后呢,产生资料,资料来源,图表,名称都给它,大小给它,真正产生的话呢,是在这个地方,那它产生,如果我今天00的话,各位看一下,00的位置在哪里?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,有没有看到?那也就是说,特别注意,各位有个观念哦,它实际上,我们的坐标,这一个点是00,对不对? 然后呢,如果像这个方向是什么呢?是Laptor,决定的,Laptor,所以呢,这个Laptor,很特别,它第一次产生的时候,它的Laptor,刚好会在哪里呢? 刚好会在700,初始词的意思啊,就是你,只要你不做任何设定的话,这个图,以色尔帮你产生,就会放在700的位置 另外的话呢,这边有个300的位置,那300实际上呢,就是,一个是Laptor,那Tub的位置就是,你这个坐标,距离这边的距离,这边是300 OK,所以这个点就是什么?就是700,300,OK,好,那,这边问题来了哦,特别注意哦,这个方向跟你以前学的XY不一样哦,X是正的没错吧,对不对? 可是哦,Y的部分呢,以前是往上是正的,不过特别注意哦,